哈囉,我是滴妹,今天要來教大家,發音聽起來很有異國風情的單字 好的,我們又再次回到了滴妹的發音系列影片 那前幾支影片呢,很多小滴都留言說 這些字怎麼看起來真的不像英文,發音超難唸的 沒錯,就是因為很多的單字呢,都是由別的語言沿用過來的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10個聽起來很不像英文的英文單字 好,所以你知道,其實有些時候看滴妹的影片,不只是會學到英文 也是會學到很多其他的語言,長知識了 大家看阿滴的影片會有這種感覺嗎? 什麼啦? 好啦,他有做過日式英文 好啦,平手好不好,勉強算平手 第一個,facade 那這個字一聽就知道它不是英文 是不是有這種浪漫的感覺,沒錯 它原本是法文 那這個單字的定義有一點複雜 它這個字的意思呢,就是在外在、外面所看到的樣子 跟裡面真正的樣子,是兩個不同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 啊,總之就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一個狀況啊 二,silhouette 好,這個也是看起來這個單字很複雜 念起來也很複雜的單字 那這個單字呢,也就是來自於法文囉 那這個字的意思呢,就是剪影 像是比如說,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如果要避免看到過度血腥的畫面 所以呢,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選擇 使用剪影的方式來去呈現 實在這個單字超難聽的 要挑戰看看 S-I-L-H-O-U-E-T-T-E 誒,對了耶 拜託,滴妹不是蓋的 好不好,這叫什麼 滴妹英文,啊不是,那個 殺戀人 這真的是沒有say過,你真的把這個字拚對 沒錯 我沒有說我要考你耶 對,我是一個專業 三,halapeno halapeno 這字看起來跟聽起來為什麼會差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它是來自於西班牙文 那在西班牙文裡面呢 它的j,通常不是發j的音 而是發h的音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西班牙人 他們打哈哈哈哈的時候呢 是打 j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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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對了,halapeno 這個單字就是 墨西哥辣椒 四,launcheray launcheray 好的,沒錯,又是這麼奇怪的發音 想必一定是法文 叮咚叮咚 那launcheray 這個單字呢 聽起來有沒有很像另外一個字 laundry 沒有錯哦,這個字就跟衣服相關 launcheray 這個單字其實來自於linen 也就是布料 那在法文裡面 其實它指的是男生跟女生的內衣 都可以叫做launcheray 不過來到英文當中呢 它就變成只能代表女生的貼身衣物 像是你看到那些Victoria Secrets 的時尚秀啊 那些model 身上所穿的那些性感內衣 就是launcheray 五,croissant croissant 那它的原文也是法文哦 這個就是我們很常會在麵包店裡面 看到的那種彎月形的可頌麵包 那這邊我們可以聽到它的中文croissant 就跟可頌其實是聽起來差不多的 這個法文要怎麼唸 croissant Can I have some? croissant 六,origami 那這個字呢原文是日文 這個字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不過它就是在指折子藝術的統稱 那像比如說折的那種紫荷啊 就叫做origami crane 那其實還有非常多英文單字都是從日文而來的哦 尤其是食物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話 可以點這邊去看看 七,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那這個字的原文也是法文 又難念又難拼的都是法文而來 相信大家在高中的時候一定7000單裡面有背過這個單字 entrepreneur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企業家或者是創辦人 像比如說阿滴跟我呢就是entrepreneur 好再來挑戰 拼出來 entrepreneur 我覺得其實不難拼 它就是把它切分開來就可以了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Spelling me champion right here crown Yes Hi Nice to meet you 八 tsunami 這個字是源自於日文 那如果你要說海嘯的話 其實英文裡面也可以講說tidal waves 因為它就是板塊移動後而產生的大海浪 不過我可能就覺得講tsunami比較簡單易懂 九,taekwondo taekwondo 那這個字是由我們目前還沒有出現過的外來語 韓文而來的喔 taekwondo就是跆拳道的意思 那在台灣呢其實我們跆拳道的選手都表現得非常不錯喔 在奧運有得過獎 今年的世大運也表現了亮眼 十,gorilla gorilla 那這個字呢是源自於西班牙文 它不是gorilla大猩猩而是gorilla gorilla就是游擊隊 那比如說gorilla warfare就是游擊戰術 簡單來說就是JG打野好不好jungle 那我就突然想到其實我前陣子已經有做過一集全部都在講法文外來語的英文單字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也有其他聽起來異國風情特別重的單字的話 也歡迎寫在下面留言區給我們喔 我們每個禮拜一四的晚上九點都會準時發布影片 那記得要訂閱我們也要把小鈴鐺打開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則教學喔 Thank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Lingerie 拚拚看 L-I-N-G-E-R-I-E 全對耶 這個不要放進去好了